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第一天上课。 第一天上课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本书。 这是一个台大资工技学生,这个人好像还蛮有名的,他写的。 他写的这篇文章也有上Yahoo各媒体。 那就是我跟你们讲的,就是学那个程式设计,其实最重要的两个科目就是英文跟数学,数学跟英文。 这两个科目一定要好,你不好至少你现在有兴趣。 因为写程式这件事就是只有0分和100分,只要有一点小错,程式就是跑不出来。 就算其他90%都对,也是没有用。 就是说写程式容易让人家就是非常的挫折。 所以写程式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定会错,错的过程中把错改到对,你就知道你为什么错。 然后接下来你会错的机会就越来越低,你就变得越来越有效率。 那他这篇文章,你自己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去找。 当然他是说,他是念台大资工系,然后在台湾资讯工程系,然后他接触的就是资优生。 可是资优生里面又被参加,因为有些资优生就是从小靠补习,你老子有钱啊,家里有钱。 从四五岁开始就念双语幼稚园。 你双语幼稚园一到的幼稚园,老师就只跟你讲英文,那你英文自然就好了。 就好像说大家都可以讲那个国语,讲中文,讲汉文。 人家说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就是中文,就是汉语。 可是你的汉语的话呢,这么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从小你就是被逼得要听汉语,讲汉语,你自然就厉害了嘛。 那你的英文如果说你从小就是说,你老子有钱,你家里有钱,从小就把你送到那个双语幼稚园。 双语幼稚园一个礼拜至少有两三天,它就全讲英文。 那你自然英文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他是靠钱,不是真的那个天,我还是相信人的天分是天生的。 可是你还是要受教育,你天分再强,你没有受教育,把你的天分启发出来。 那你的天分还是完完全全被埋没了。 他上面这边就说,这群人里面有真正的天才,比较聪明和普通聪明。 你到这种知幽班你就会很挫折。 那无止境的追逐各种社会的评比。 他是讲的这样子,从城市,城市竞赛到年薪到存款到头衔,彼此相爱相杀,人性的扭曲清晰可见。 这就是你来念得名的好处。 大家之间不会在那边,只会相爱,不会相杀。 人性的扭曲你就不会扭曲。 那你只接触到人生比较那种光明温暖的一面。 然后这个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讲世界经济论坛。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他原文在这边。 就是说他是讲说,在2025年工作技能,前十项最重要的工作技能。 第一个是分析思考与创造。 第二个就是要积极学习,还有要学习策略。 我们这门课主要学的是要积极学习。 所以我们上课都会上得快一点,要让你开一个眼界,然后让你有个学习策略。 那至于说那个城市设计,其实上在未来的技能你是排在第八,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我们还是一定要学,因为这对你的学习策略有帮助。 那我们就是要积极学习,学习策略。 那我们参考的内容会常常会讲到那个世界经济论坛。 像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未来有没有十项最重要的工作技能, 它就是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 那我们学习呢,还是常要看到那个美国这个城市设计论坛,overstake。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已经用得很熟悉了。 就至少用得很熟悉,就常常用嘛。 你说每次上课都在用,你就可以跟人讲说我很熟悉。 就挪威的W3School程式设计,至少那个挪威W3School程式设计要排到最前面的就HTML, 所以我一定要调HTML。 第二名呢是CSS,第三名呢是JavaSquid。 那第四名呢就是Python,就是我们这学期,整个学期都要学了Python。 也要学Python的应用,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学了Python以后,那个工作你没有用。 对,你们以后毕业业会用程式设计几率其实是很低。 为什么?因为那个有资讯工程、资讯管理的人,他们那些人太多了。 他们在做这个苦差事。且程式很容易就是挫折,就是跟你讲说只有0分跟100分。 你努力了99%。有点小错,小错你又没有耐心,你不适合去抓错,你就会很挫折,觉得自己没用。 然后那个讲到那个Stake Overflow,那我这个呢,我们上一集有讲过。 我们现在就来再讲一下那个Stake Overflow,他讲说那个,这个就在网页上了,我已经有讲了。 这个上面有写,就是说你要学的那个程式语言。还有就是说从HTML跟CSS,因为他没有做计算。 所以从程式语言必须要有计算的角度的话,那个HTML跟CSS就不是程式语言。 那排名的话呢,就是第一名,就是JavaScript,你左下角已经看到了,就是64.96。 那第二名就HTML跟CSS,56.07。 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东西? 那第三名就是Python,我们这整个学籍要学的。 第三名是Python,第四名是XQL,是制药固软体。 第五名是上学籍学的那个Java,那就已经够了。 你学了这些东西你就够了,就是说你以后跟别人,release上你自己要写。 就是说你学HTML,就有学过嘛,有及格嘛,就这样嘛。 不熟不熟,当然不熟啊,因为我是学财经的。 可是你要跟人家讲说,我最重要的程式语言,我都已经学过了。 这样子后面这些就是其他的程式语言。 就是那个比如说这个C,可是C很重要,C很重要。 那像同学有学,那有些同学那个商业应用程式,就商业操装软体要学。 要学Office的,Word,Excel,PowerPoint。 像我现在这个录制,录制就用PowerPoint制作。 就是说PowerPoint是一个软体,那软体这个软体它程式语言是怎么写的? 它用什么语言?就是用C。 几乎所有的重要最基本的程式,尤其是包含什么? 你Windows,Windows用什么写的?Windows,Windows用C写的。 那你那个Office叫做Microsoft Office软体用什么写的?也用C写的。 好,那我们这学期要用到VS Code。 VS Code也是微软出的,那VS Code用什么写的?也是用C写的。 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回到这个203。 203的话,一开始我是利用这个W3S Code写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就是说有A,B,C,D, 然后后来呢,就把这个W3S Code的程式嘛, Code到那个专业的程式编辑器以后,叫VS Code的。 那这最后的结果,当然如果同学那个, 当然我在这边我也有讲一些,前面我也有讲一下, 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最后的结果,如果说同学来不及做的话,你可以参考我的程式嘛。 今天呢,就所有的同学要截一个图,这个截这个图。 然后另外那个程式码你可以先,如果你来不及的话,你可以先就是说 Code我这个程式码,Code到那个W3S Code去做。 那这个过程的话呢,你就是参考这个203,在这203。 我再讲一次,这个203的话,有没有,这示范网页在这边。 然后呢,你就是把这个程式码Code到那个VS Code的,然后来做。 然后这样子就顺利的,我们这学期第一堂课就做出来了。 那重点就是在这边,这是你的第一个那个Python程式设计。 如果你程式时间够的话,你自己要写一个心得。 就是说,譬如说你要知道这个比较。 像那个这个Python,有没有,你用print, 可是呢,你用那个Java的话就比较复杂。 要用sit下面呢,有一个方法是out。 out下面呢,有一个子方法叫println,就是有换列。 那这个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是希望同学就主动。 我学到了什么这个指令,有没有, 你跟以前学过的指令,那叫JavaScript, 或者是那个JavaScript或者Java,就是比较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更有概念。 或者是有这么一样。 感谢观看